一名男性抱着肚子疑似胃痛来医院就诊 一度怀疑自己得到了恶性的胃肠道健直流 但医师表示虽然每年有400个案例 但还是要经过详细检查才会知道 有的人来他就转移了 他可能就肝脏到处转移 或者他流很大那个是开刀他开得很大 不见得不能开 就是吃药的人不能开刀的人 转移的人才考虑基因检测 胃肠道健直流是发生在 肠胃道黏膜下的恶性肿瘤 最常发生在50到60岁的中老年族群 但因为临床症状不典型 所以不易被察觉或者是被误认为 是其他疾病而延后治疗 一开始是没办法开刀的 那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新的药物的时候呢 他肿瘤如果变小了 他事实上可以开刀 那开刀事实上就可以让这个 往治愈的方向更进一步 胃肠道健直流可分为云发性 转移性 云发性透过手术切除后 预后效果良好 但是如果肿瘤较大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使用 突破性精英精准药物 给予有效治疗 让患者也能够拥有健康的未来 九通话畅报导